實在很誇張 就要帶您來看到是新北市盧州 這四名國中生在放學時間 不只是吳兆騎著父母親的機車 甚至他們是沿途在隨機攻擊 其他學校學生頭部 害得有被害人差點跌倒受傷 至少有四人受害報案 而這四名國中生呢 不只受犯了傷害罪 還因為吳兆駕駛 以及煤蛋安全帽 還有遮蔽車牌等等行為 吃上了十七張罰單 其實一手握著龍頭 另一手伸出空中 經過背著包包的小學生 就朝他投攻擊 後座乘客也沒閒著 拿下戴在頭上的安全帽 當作武器敲下去 害得小學生一個踉槍 差點跌倒 他們還很過分發出狂笑聲 再往前騎 他們更肆無忌憚 拿安全帽大力敲迎面走過來的學生 被打的人滿臉驚恐 趕緊往下蹲躲避 而這群嫌犯都是國中生 他們自拍惡症路人影片 上傳社群媒體 絲毫不覺得自己的行為有問題 社會的問題吧 因為社會的治安要好一點 小孩這樣出去也是會擔心 沒有在管 應該要多注意他自己的小孩的行為 事情發生在十六號下午四點半 放學時間 四名國中生沒有駕照 偷其父母的機車 從盧州中正路騎到光榮路 沿路隨機攻擊其他校的學生 至少四人被打到派出所報案 提告他們傷害罪 警方沿途調月監視器還發現他們有多項交通違規行為 包含無照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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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牌等等 一共得吃上十七張罰單 這四名學生把無聊當有趣最頭痛的恐怕是要幫他們善後的家長 最终的小军队新闻通报道